第五集神神秘秘 大家好 回到第五集 二集神神秘秘 上集談到零數學 亦談到先天數 後天數和主名數的東西 我想很多有看的觀眾 都可能已經計算了數字 知道自己大概是怎樣 但我有一個問題 有任何原因都好 有些人的出生日期和證件上的日期會不同 那怎麼辦呢 基本上我們會用證件日期 因為它是在那個地方的身份 身份就像月餅 它的皮是這樣的 可以嗎 但當然它自己的出生日期 它自己的出生日期就是它的餡 但通常它表現的都是它的皮 通常我們都會用皮去看 那我可否再問深入一點 譬如你說證件上的影響大些 還是它真正的出生日期影響大些 其實是面那種影響 還是裏面那種影響 其實它有兩條軌跡 兩樣東西都有影響 譬如你也是這個狀況 你是7和9 你明白這些數字嗎 你是否覺得兩樣都對你有影響 我覺得是的 兩樣都有影響 你這麼久都覺得 你兩個數字都有 嗯 即是7和9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這麼巧 其實也有很多的 中港台譬如台灣 大陸也有很多的 就是它拿去做證件的時候 可能是做證件那一天 當它出生 又或者是其他的理由 令到它報大報小 我朋友的媽媽就是做證件那天 忘記做B日出生 那就是隨便這個數字 是的 或是很拼用農曆來做證件 當是很厲害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印刷了 已經成為了一個 你的身份代碼的話 那就已經有一個身份出現了 那我可否再問 譬如有些人 身份證上有一個數字 但是他自己平時 寄媽媽和他寄生日 寄什麼寄物呢 都是全部用農曆的 那它是否其實都有機會 有兩條軌跡呢 嗯 那我又不覺得是這樣 我會覺得 他仍然是用回他身份證的數字 嗯嗯嗯 或者真的是 因為農曆 他用回農曆 農曆那天 仍然是他出生的那天 哦 只不過那個表演不同 是的 只不過他用那個 描述說 你說花朵 花朵 國語和廣東話 其實都是描述同一件事 嗯 明白 都是同一日 那即使說 各位觀眾留意 如果你是有 可能你的出生日期 和證件上的日期 會有些不同的話 我們就主要基於 我們的證件日期 去做的 因為我們去到哪裡 都在用那個日期 沒錯 但是你真正的出生日期 是會有影響的 有的 有的 有的影響在裡面 嗯 另外就是 我想說一說 就是 有些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嗯 那些人就會問我 如果我同一個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話 我會不會和他的命運軌跡是一樣的呢 我剛才想起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 那些媽生兄弟 媽生姊妹 或者那些龍鳳胎 那些會是怎樣的 首先他年月日 是一樣 嗯 事和分是不一樣的 絕對是 這件事 其實在其他一套 那些女生姊妹 都會有一個能量 嗯 但是呢 他會有不同的名字 他們的性格相似 還有很有趣 我認識很多女性 那些女生姊妹 我自己有兩個妹妹都是女生姊妹的 嗯 然後有幾對 他們的性格 有些甚至可以 譬如大家都是 我認識過一對女生姊妹 大家都是五號人 嗯 我兩個妹妹都是五號人 他們的性格是五號的兩個極端 哦 有一個是非常非常乖 在家裡 為家人鞠躬盡水 另一個是 有一天到一刻 我會飛逃在外面 在外面那裡 然後一天都在外面玩 因為他們同時都在這個數字裡面 但是各自修行 嗯 因為我不斷說 靈魂有一個很重要的本質 就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所以你仍然擁有這種陣頻 但是你怎樣經歷這些數字 仍然是很個別的 我又想起你吃節助餐 大家都去到餐廳場 但是你選擇的東西和他選擇的東西很不同 甚至乎那碟菜和你碟菜一樣 但是吃下去的感覺是否不一樣 或者先吃後又不同 沒錯 所以明白嗎 即使是同年同月同年男生 他的性格未必代表一樣 他的軌跡也未必代表一樣 還有一個問題 是 好了 你說同年同月同日 時分就不同了 好了 如果我溜溜一點問 如果兩個人年月日 時分也一樣 那秒會否影響到 嗯 應該就不大了 不大了 不過就算是時分也是一樣 我剛才剛才說了這個本質 就是你如何體驗這些數字 即是各自修行 明白 那與地點有沒有關係 地點沒有 這個學說沒有 占星有 占星有 而不是影響他的數字 嗯 因為你一直在說這個概念 就是數字不只有一種展示形態 嗯 嗯 它有千萬種展示形態 所以 它不可以當作一種宿命論 或者是性格的 批了性格的一件事 去這樣了解這件事 明白 即是我會感受到 即是 零數學就不同 算命 即是算命的人會告訴你 批… 其實真的你學算命 你明白這件事 它並不是批死一件事 嗯 是 OK 但我想再補充一件事 其實我真的會認識到一些 他真的在玄學裏面 很深躁了很久的人 他說了句話令我很感動 嗯 他說如果一個人 他一進入修行這條路 他的命就不能批 噢 是啊 就批不了了 有點無管動 因為他已經是 真的要明白 他有一個自由意志 他已經進入一個高陣頻 這樣的話 他去… 那個層面的話 他不需要在這條軌跡裏面 嗯 其實都很適合 我們一直在說的 新世代的理念 剛剛就是在想 蔡詩說我們的 信念創造 我們的實相 沒錯 也都是因為你 走過去 所以條路又會不同 沒錯 沒錯 所以再一次 我不斷強調 一件事 他並不是宿命論 好了 我問了問題了 那我們是否可以進入 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啊 大家等了很久 我先由一開始 好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一點 只有我講一的時候 說到有一點 嗯 OK 那麼 如果你的桌子 什麼都沒有 只有這一點的話 你有什麼感覺 我大了 我說什麼都可以 是的 你的焦點就會在這一點 是的 我就是那個焦點 是的 一的人呢 或者我還要說 你的主名數是一 或者你的組合裏面很多一 都跟你的事 哦 因為你明明 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你是 二千年前出生的人 每個人最少有一個一 哦 一九 你一定是一九 嗯 嗯 所以我們每個人最少有一個一 嗯 所以呢 嗯 一呢 很需要這種感覺 就是被注目的感覺 它的存在感 就是被燈光燈照著的感覺 是的 我在那裡的感覺 它的我很大 嗯 我不是說一號人是壞人 但是它很多時候 它的表現 它的運作呢 就是我覺得 我認為我喜歡 我不喜歡 我怎樣怎樣 它是由自己去出發的 剛剛你說燈光燈的時候 我就想著 一個很大的場裡 如果只有我站在那裡 那當然所有燈光燈都照著我的 它需要這種感覺 嗯 所以很有趣 有時有些一號一的朋友的表現的時候 你說到什麼主題 它都會說 我不是這樣的 我怎樣怎樣怎樣 它都很自我中心 它要站出來 然後把燈光燈放到它那裡 或者就算你不是在那裡 它都覺得 它都只是想著它自己 嗯 或者說什麼主題 它都會想你轉到它的身上 明白 是的 因為它整個思維邏輯 它是這個宇宙的中心 嗯 它就是這樣想東西的 嗯 所以呢 好了 還有 如果這一點要動的話 它的圖形就是一個這樣的圖形 它哪裡都可以動 是的 它的可能性很高 嗯 但是如果這個人的互動方式是這樣的話 或者溝通方式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是單向還是雙向 單向的 是的 所有一的人一定要學一個課題 因為它們很需要去表達它自己 嗯嗯嗯 又或者它需要被看到的感覺 它不斷去向外散發 而沒有空間去接收 嗯 我一個我和你都很認識的朋友 知道知道知道 我們的好朋友 你很明白 在他身上很明白這件事 是的 是的 嗯 但是呢 所以在很多互動裡面 有時候 一的人他不是一個好的團隊 嗯 嗯 嗯 但他很適合做些工作 就是一個人一條龍由頭做到尾 他會發揮得很好 還是他只可以起了個頭 最擅長就是起頭呢 嗯 但是一都辦事能力高的 嗯 因為呢 他是真的可以 做不可能的 他是做事發生的 因為他那個原創性的力量很大 嗯嗯嗯 很有趣的 一的人就是 譬如他不懂煮飯 就是決定要煮一頓飯的話 他就可以搞到一些東西出來 最後那一頓飯一定可以出來的 但是可能廚房就 打了仗也不定 那些是提案的 就是他要發生的事情 令到他發生的 這種能力都挺強的 嗯 他適合做一些創新 創作 又或者是 又令到 是的 去開始一些事情的人 嗯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 很好和別人配合的人 嗯 就是my way or no way 嗯 他不是很容易聽到 譬如簡單 譬如大家去吃東西 全班人都想吃火鍋 但他可能想吃日本食 到最後如果沒有人支持他 好 你們吃火鍋 我自己吃日本食 明白嗎 明白嗎 他很不容易給別人的 嗯 去遷就別人的 因為他這個能量是不停的 甚至乎他沒有空間去照顧 你有什麼看法 他是看不到的 他只是關心自己的看法 是的 是的 他挺自己的 我經常都會拿這個 經歷和大家分享 我試過和兩個一號人去吃飯 嗯 不過一個一號人 一直說我的狗 多麼特別的時候 嗯 另外那個一號人 就很悶 嗯 嗯 很無聊 覺得這個題目很無忍 嗯 好了 然後另外那個一號人 突然就說 我看了那套狗狗的戲 那套什麼 柴犬 日本劇 我知道 是說那套狗的 是說那套狗的 然後呢 全台人的射燈 就一聲射過去那邊 你看了嗎 好不好看啊 慘不慘的 有沒有哭 之類之類 那呢 原先說那套狗狗的那個人 就覺得 很無忍 就很不值得了 所以 那些運動都會走去另一個一號人 所以整台飯 我就看到一個角力了 就不斷把這個題目說到 這個我和那個我的角力了 嗯 嗯嗯嗯 就是他會有這樣的表現 明白 是的 還有呢 一的人呢 他這麼多方面的發展 他一定不是在忙著一件事 嗯 是的 一的人很有趣 他越多一的人 越多一的人 他人生有一個字是忙 有事忙 無事更忙 嗯嗯 我試過和一的人 去相處了一天 很有趣 然後呢 那我就去等夜 在政府部門等一些東西 等了幾場 我就在那裡看書 那他在旁邊 是女生來的 他就開始打開個袋 就拿一個化妝袋出來 開始擦 擦筆 擦鏡子 嗯 然後沒有事做 就拿銀包出來 去收拾銀包裡面的單 收拾東西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電話裡搜尋 他就是不停在那裡 不知道在搞什麼 他是停不下來的 嗯嗯 然後去到吃飯呢 然後等一些東西吃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用牙籤來玩 然後就說 你可不可以停下來 跟我說話 或者吃東西呢 然後他就繼續在那裡搞事 你不用理我 我正在聽的了 你說吧 他就停不下來 他永遠都會令自己擁有的 那其實可不可以換句話說 一號人複製造很厲害呢 嗯 是的 是的 有些人不行的 你叫他做一件事 叫他做另一件事 就亂了大龍 但我們再找深一點去看 為什麼一號人要 令自己這麼麻煩呢 那才覺得自己重要 當你忙的時候 你就感覺你存在了 嗯嗯嗯 是 絕對是 當你沒有事忙的時候 你就好像在這個世界消失了 而這個一號人 是不喜歡這種感覺 沒有那個我存在的感覺 嗯 一號人都頗需要自我肯定的感覺 所以那些一號人 一號人很有趣 他有一些很積極性的表現 和很柔軟的表現 很隱藏的表現 如果積極性的表現 那些一號人 就會覺得很難看不到他的存在 因為他一定會看到自己的存在感 他的意著很狂野 又或者很明顯 很前衛 很鮮 就是要確定你看到他的 對 又或者有一些一號人 就很自我 有一股高傲的性格 他自己在一角做事 他不理睬你們 但你會感覺到 有股氣 對 我和你們不同 就是他隱性的一種 分析了他自己 或者把自己提高了那種 那種自我 嗯嗯嗯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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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講這些 是要學會收鏡才行 不是 因為其實每一個數字 我可以講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 講一天都可以 是的 因為他真的是一種哲學 所以我們講回流年一 嗯 流年一 你會不會教我們怎樣計流年一 對 然後 其實在一的時候 就是你的人生轉到一個新項項的時候 嗯嗯 是的 你人生要轉到一個新項項 我們用一年的時間 去將人生轉到一個新項項的時候 是的 可以嗎 可以 好 1號應該差不多了吧 1號算是差不多 哈哈哈哈 那我們呢 我們講一下2號 好了 那2號了 2號又怎樣呢 2號呢 他是是非對錯黑白陰陽 嗯 那是非對錯黑白陰陽 如果是那個人的邏輯性的話 那是怎樣 即是 即是 不是黑就白 是的 很多對還是不對的東西 他自己是很需要 進入結論 要有一個結論出來的 嗯 所以呢 可能2號人跟你互動的模式會是這樣 就是 其實 剛才你說的那句話是甚麼意思 你說清楚 又或者 其實 你是否想我這樣做的 是否真的這樣 嗯 嗯 我為甚麼 其實對於2號呢 我的體驗就會很深 因為呢 我的另一半是2號人 嗯 我好妹妹也是2號人 那我就活在這兩年 他很需要一個結論 其實這樣是怎樣 你想怎樣 這樣 但是 當然 世間上的事 不是所有事都馬上跳到一套結論 嗯 絕對 他有時會自己決定了結論 嗯 我已經決定了是這樣的 現在我告訴你 我就決定了這樣 那你就 你要是就 答應我 或者怎樣 又或者他已經決定了 就說 好 我們現在去那裡 其實你覺得 我們沒有談過是否 是的 他假設了一些事情 是的 他會自己去做決定 做決定 去那裡之後 好像不能改變 是的 他決定了 譬如我知道你的另一半 就不搭的士這樣 哈哈 你不喜歡搭的士 他不會跟隨的 嗯 很少跟隨的 但是呢 我說過 2的能量除了是非對數 黑白陰陽之外 還是介乎是非對數 黑白陰陽之間 記不記得我們上一集的圖 2的能量是 走來走去的那個 是的 所以 他又同時間 有些2號人的性格 就是永遠不能落到結論 是 絕對是 例如是 嗯 跟我去吃飯 跟你去吃飯 永遠不能訂購 是的 他叫完之後 他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又或者是 他買了黑色還是白色 黑色又好像瘦一點 白色又好像精神一點 黑色又好像神秘一點 白色又好像青春一點 黑黑白白白黑黑黑黑 可能他最後兩件都買了 或者兩件都不買 嗯 或者他永遠都不知道 磨十勢都出不了門口 嗯 即是他不拖延 一直拖延到最後 我經常都說 如果2號人 回答複雜選擇就很好笑 他永遠都是最後一個膠卷 嗯 因為他不到最後一個時刻 他不會跳到結論裡面 即是你告訴他你想怎樣 如果他給你一個答案 他就會嘔嘔嘔嘔嘔 嘔到最後 又或者你受不了 你跟他做了一個決定 有些2號人會經常都是這樣 然後令到身邊的人去跟他做決定 是的 做完決定就是因為這個決定 是你的決定 不是他的決定 所以他就可以繼續復活 又或者他已經很有立場 當你的立場不一樣 其實2號人很需要跟別人拖延 嗯 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依賴性 所以某程度上他不喜歡衝突 嗯 很少2號人跟你硬碰 硬碰 親人令計是嗎 嗯 可能是 嗯 但是他 我經常都說 但他是非常有立場的 2號人有一招是很毒的 那招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不跟你爭 不過你是錯的 哦 哈哈哈哈 即是沒有溝通 沒有討論的餘地 或者說也沒有用 你想清楚 就跟我說過 嗯 就是他不打算去改變他的立場 嗯 嗯 基本上大部份的時間 你見到2號的人都是很柔和的 很容易相處 很無所謂 沒有所謂 其實是 我見到你有什麼 有一個引號 是的 很無所謂裡面是很有所謂的 嗯 嗯 嗯 譬如我吃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所謂 你說吃什麼 然後他會說每一件事都被他倒下 哦 是啊 我生命裡面經常原諒這些 然後呢 其實他在那件事裡 他都很脾氣 但他第一個反應都是 我沒有所謂的 你們跟大隊 或者你說什麼就什麼 嗯 嗯 其實他所有的東西都會挑剔到不妥的東西 嗯 嗯 嗯 還有2號人不喜歡先行 我經常都會上課去撞這個板 譬如不幸運 只能點到2號人 同學 你去介紹一下自己 如果他第一個的時候 他會說 你可不可以叫其他人先 我經常都會遇到這個狀況 他不喜歡先行行 他喜歡跟隨的 他喜歡有一個人先行行 他喜歡有一個人先行行 但是他又很有立場 所以你很難見到 不會很難的 有時候2號人 我剛才說的大部分時間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踩進他的底線 嗯 你會看到他很硬正那一面 他跟你先行行 例如是 你不可以冤枉2號人 嗯 我沒有錯就是我沒有錯 甚至乎是你錯的話 請你認錯 如果你不認的話 他可能絕不跟你去對話 或者… 2號人是不會跟人妥協的 如果你踩進他的底線的話 是不能說的 所以很多時候是很近的人 會看到2號人的樣子 大部分人看到他 是沒有所謂的樣子 絕對是 其實你說的時候 我一直都在記錄我身邊的親人 我覺得是的 在一些朋友心目中 他是很隨和 甚麼都可以的 但是我對著他 我知道不是 是的 他沒有甚麼商量的餘地 是的 在他一些很肯定的事情 是的 還有2號人其實是一些很細心 和細緻的人 嗯 他會… 其實所有的事情 他是很敏感的 所有的事情 他是很敏感的 所以… 很有趣的是 2號人如果要哄 哄得死你 譬如你某時候說那句話 喜歡吃甚麼 他會突然之間 去做那件事 原來你聽到的 原來你那時候 你感覺到的 但他不是很表達的 但因為2號人 那麼細緻 那麼細緻的話 其實他是很容易 傷害到很盡的 被傷害還是傷害人 被傷害 被傷害 被傷害得很重要 是的 所以他是一個很淡的 在情感上 很淡弱 很淡弱 所以呢 我經常都要形容 好像一隻龐一樣 其實你一刺他 就刺到他的要害 但是你這隻龐 一保護自己 他長期就會合起來 所以2號人 一受傷害 很平常地 你問他你有甚麼感覺 他會跟你說 我沒有感覺 那就是不用只要跟他吵架 他不會跟你衝突 但是有一股無形的對抗性在裡面 如果你認識2號人很久 你會留意到 據我所知 2號人是最不願意改變的 你要留意2號人 他一定是玩他自己的遊戲的人 即是你說在這麽多數字裡面 2號是相對地最不喜歡改變的 他最需要做他自己的 其實1和2都很類似的 但是2 你是很難很難去另一個2號人 離開他的立場 你留意一下 你認識了兩個2號人 永遠都是要玩他自己的遊戲 是很難站在另一邊 是的 我也知道 所以 我以前覺得1是一個很強勁的數字 我現在不是說1不強勁 因為1是讓事情發生 但是我真的學2這個數字 去研究的時候 你說陽是強勁的還是陰是強勁的 你說Boxing是強勁的還是太極勁的 我不懂得比較 其實兩個都很強勁 但是 研究就是借力打力 2號人就是用一個很柔和的方法 令到你跟隨他 聽完他的話 你都不覺得 其實是一個很道行高深的數字 他會用一種很柔和的態度 去加入一些人群裡面 但是他又很有他的自我性 是 這個是真的好好跟他學習的一個數字 好的 我們 我們今上半集 講了1號和2號 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我們休息完回來 我們就會繼續講其他數字 好的 待會見 大家好 回來第二部份 我們剛才講了1號和2號 我們接著講幾號呢 是3號 好的 3號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是點線面的面 以及我們提到角色和定位 如果一個人 他注重他的角色和定位 你覺得這個人會怎樣 他會很在意他在做甚麼 他在意他在做甚麼 他會選擇他的職業 會有很多這些東西去鋪排 可以 都可以是這樣說的 但如果在平時交往中 他都很在意他的角色和定位 嗯 他便會有很多安排 很多安排 而且他很介意別人怎樣看他 嗯嗯嗯 他很介意別人的評價是甚麼 噢 嗯 所以 整股3號是很容易的 你假裝在背後說他 他便會死給你看 他便會很想去找到 你們對他有甚麼看法 又或者是 剛才老闆提起你的名字 但又不會讓他聽甚麼 他便會死給你看 他便會很懶惰 今天你的衣服有些東西 覺得很特別 覺得很奇怪 他便會不斷 整天都不舒服 覺得幾件衣服有甚麼事 或者你為甚麼穿成這樣 他便會在意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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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便會演繹 三號人是貪美的 但我不完全覺得是 嗯 因為是視乎他怎樣去捍衛哪一個印象 嗯 如果他決定了一個印象 是一個很爽朗的女生 他便不一定要貪美 但他會很捍衛爽朗的印象 所以他便會很努力去表現這件事 是的 那麼三號人都花了多少能力去營造 或者去捍衛他的印象 嗯 好了 還有呢 因為三呢 其實你變化這個數字 嗯 所以三號人是很難忍受他的人生 好像啫喱一樣瀝了 啫喱 他喜歡大大小小的變化性 嗯 所以如果你和三號人相處 那段長的時間 你會發覺呢 他今天便可能喜歡做蛋糕 明天又可能去射箭 然後後日又說他去了旅行 然後回來之後 然後他又很努力地在做事 你明白嗎 他不斷地覺得他 這時候在做這件事 哇你這麼新鮮 然後再做這件事 我有一點點問題 他這個能量和一號有什麼不同 一號喜歡試新東西 出發點不一樣 行動是相似的 所以很有趣 我再說一個很重要的點 多謝 就是如果你研究Nemanology 我們是不用行為去把它定格 嗯 我們會用它的表現 它的出發點 或者它的邏輯思維 而發展成為這一套行為 嗯 後面的動力是什麼 是不同的 推動力是什麼 可能他們背後的出發點不同 可能兩個攤玩的人 但他們的行為出來可能是很類似的 可能兩個都是攤玩的人 一個是一號一個是三號 一號就是攤玩的原因 就是他想試多些新東西 他想接觸多些新層面的東西 是 而三號就是我不喜歡悶 我就是不喜歡悶 我就是不喜歡悶 我就是不喜歡 我喜歡今天去喝酒 明天就去看電影 後天就去支援支援支援 他喜歡有變化性的人生 所以三個人 譬如有些三個人 喜歡他很懂得打扮自己 很多小飾物 又或者是他用的東西很fancy 有些三個人可能是他很喜歡旅行 他有一段時間 他不可以活天地做一天一天一天 或者是他很精彩 他的社交生活很精彩 感情生活可能很精彩 之類之類 而且因為三號的變化性很強 三號人學習都很容易 很煩 很容易 經常轉 而且他學哲學也挺好的 我突然想起三號人 如果說起小朋友 他不就很怕抄書 是 我是三號人 你看我抄書 我只停了 不要了 很怕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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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 我自己的新聞三號人 我記得很小時候 我媽媽已經跟我說 今天又想吃什麼早餐 皇帝女 我不可以每一天吃同一樣東西 我不吃的 我每一天都要不同的東西 我今天想要維他奶 加一個蛋糕仔 明天我可能想吃一碗雲吞麵 你明白嗎 每一天都要不同 你不可以跟我一樣 而且我上學的地方 因為是在太子道 那裏有花墟 那裏有金魚街 那裏有很多東西 我放學會一大量 我每一天都會去不同的東西 嘩 真是好 我才會回家 還有有時我會回學校 我會特意多搭一個站 看看下一個站有些甚麼 然後才走回轉 我是很… 我不可以很流行 到現在今時今日為止 我都不可以令到我的生活 很普遍 有一個問題 即是說你每一天都是上學 但可能你會走不同的路上上學 是呀 放學的路都不一樣 好 因為放學時可以跟這個同學去哪裏 喝杯東西 跟這個同學又去哪裏看 有些人死釘著一個同學 就到處去 我不是 你會有變化的 我喜歡變化性的生活 好 這就是三號的特質 是的 還有三號人 注重外表這件事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媽媽帶你去剪頭髮 嗯 帶你去後巷剪頭髮那些 嗯嗯嗯 很便宜剪頭髮那些 我們學會了一件事 原來剪頭髮是不可以看書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可以睡覺的 不是 一看書的時候你的頭髮就這樣砸低了 看不到你的音的其實是 那是鼓的而已 那他們在他的角度看 就是這樣剪了 可能眼眉 然後會變短了 但是一剪了之後 它變短了 我試過一次剪頭髮 這一側 你知道什麼叫賀童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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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簡直九秒九跑回家 用臉皮蓋住我自己就這樣哭 不斷拔自己的頭髮就這樣哭 真可憐 你那時多大 我想我小學了 然後就慢慢想 我怎樣可以不用上學 因為你很介意別人怎樣看你 那樣子又怎樣上學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試過真的用滾水錄那個 那個軍讀計錄爆了 為什麼 炸地發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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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想 我又試過 試過人家搗蓋 隔大隻手 看看會不會流少少血 那樣子 就是想很多方法 那當然第二天 是媽媽用藤條送你上學 就是因為那音的問題 你已經出眾辦法 就是回到學校 就是回到學校 躲下頭不想見人 然後一打鐘 我就衝去廁所 坐到夠鐘 才回到上學 就是他真的很著重 然後他很介意別人 怎麼看他 完全感受到 哈哈哈哈 三號的人有沒有同感 另外三號人 其實你挖心一學題 其實他的自尊心很強 嗯嗯 基本上大部分三號人 用他一生的時間 去學習 或者去經歷自尊心的課題 或者由自尊心而衍生的問題 去處理這些事情 嗯嗯嗯嗯 我中學的時候 我講到我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那些沒有感覺的男生 就可以很安達地 清輕到底 推來推去 但是呢 你對著一個有感覺的 就算離遠走到來 我都覺得很緊張 一會兒說些什麼好 一會兒怎麼表現呢 然後完全做了一些最蠢的事情 或者是完全不自然的 嗯嗯 很多時候三號人的自尊心 那個薄皮 他尊嚴很大尊 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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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說 你會嫁我了 被人踢射的尊嚴 然後呢 他在情感的表達是很奇怪的 甚至他不懂得表達他的情感 因為他很在意他表達完之後 那些人怎樣看他 我認識多少三號人呢 我認識多少呢 就是 甚至乎 他是不懂得去表達 不表達 嗯 不喜歡那些很自然的漏洞 越喜歡那些越不懂得表達 是死穴來的 嗯嗯嗯 即是他可能跟很多人談笑風生 是的 但遇到自己心繞 就什麼都說不出嗎 是的 就像一塊糊頭一樣坐在那裡 噢 不怪之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在我跟小豬多處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看到他這種表演 噢原來就是這樣 是的 明白明白 OK 而且你要留意到三號人 越近的人 他越關心的人 他可能跟他家人 嗯 那些關係呢 我用騎咪來形容 他不是不疼他家人 但他因為他不表達 不懂得表達 因為他薄皮 嗯 所以他又在乎 但又不想表現 又不想被人看到他的在乎 很 很矛盾 是的 我又很緊張你 但我又不 一來不想表現給你看 很在乎你怎麼看我 二來我又不懂怎麼表達 是的 所以就是 就是他動心的人 他就瘋了在那裡 譬如我和我媽媽 或者和我家人的關係 都是 其實是很在乎的 而且很在乎的 嗯 但是就是很難去說些貼心話 做些很 很 很辱麻的事 很辱麻的事 我難的 當然 就是 學中或者學 都有的 而且人越大的話 家人越會珍惜 但是 如果以前的話 其實是很在乎的 但是 很有趣的 因為他花了很多能力 在外面 嗯 因為一個人 如何看到他的角色 和定位 就是不斷和人 對著 所以三個人的能力 是很向外的 嗯 甚至乎 你會覺得 好像外面的人 比家人更重要 但是他心底裡 又是 他最疼愛的人 他又不懂表達 是的 其實他在外面 我記得有一次 湘田老師 因為他的女兒也是三個人 嗯 他又說了句話 我作為一個三個人 我真的 突然之間有一種感覺 很感受不到 就是說 三個人 是要出去 到舊了 明白了 他才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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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用了很多年在外面 或者浪費了很多能力 在外面 去找自己 或者去證明自己 到最後才回家 那個家 可能真的是你家裡的家 以及你自己的內心 回到你自己的內心 回到你自己的內心 我突然想 糟了 如果我是三個人 你有什麼建議 你可不可以用這些字眼 嗯 還是始終都是 他要自己去看 因為每一個 毫數都是要他自己去體驗 因為其實 人生唯一不變的定律 就是變 嗯 我不會說三個人的變 是不好的 嗯 因為他 其實我又不是說好 還是不好 而是當三個人 在外面 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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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其實他心裡裡 知道 他最疼的是什麼人 他最接近的是什麼人 嗯 是的 如果在這個過程裡 有什麼辦法 不用經歷這麼多 之後才會回家 我是想問你 還是 老實說 今時今日 我覺得我不會叫人 不用經歷這麼多 嗯 經歷 OK 經歷 然後 學習你的經歷 嗯 因為 你叫一個人 他從來都沒有試過海水 叫他不要經歷 海水涵 是沒有意義的 你真的要他經歷 明白 然後要他的明白 他的了解 他自己願意去做分別 嗯 所以我不會 為什麼我說 零數學 其實 也會是你對人 有很大的包容和慈悲 嗯 所以 祝福他 很簡單 如果我是媽媽 如果我知道 我的女兒是三號人的話 你就懂得怎樣去包容你的女兒 整天都在外面聽 或是他自己的自尊心很強 那你就 可能 我又不會避免他去說 但是會告訴他 你又留意到 你的自尊心 又撤著了你的兒子 或者會這樣 嗯 甚至乎 我可能 叫他上課 嗯 我覺得 真的去學多些東西 看多些書 這個人的意識是會擴展的 當然是看一些 例如 蔡司書 有質素的書 三號人還有什麼補充 三號人 很可愛 因為他裡面正在變 嗯 有些人覺得很難受到三號人 他經常說一套 然後轉頭又說第二套 轉頭又說第三套 但是你要明白 他裡面真是一個變形蟲 嗯 所以很多時候三號人的一個狀況 我經常形容得是 他永遠都很清楚自己不要些什麼 不過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好的 嗯嗯嗯 這件事不是 那件事不是 那件事不是 但你想要什麼就不知道 但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裡面正在變 嗯嗯 他裡面正在變 還有三號人 他藝術方面都有一些成就 因為藝術是一種很感覺型的東西 不可以是很硬的東西 不可以是很硬的東西 所以有些三號人可能畫畫很厲害 有些三號人可能唱歌 舞蹈 他有一種美感在裡面 嗯嗯嗯 而這種美感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給別人聽 可能他不一定是扮靚自己 他懂得跟人扮靚 又或者他懂得把家裡裝飾得有一個特色 嗯嗯嗯 三號人對美這件事 好像有一種他的天賦在裡面 那就是說如果在數字裏面 多三的人都會這樣 會的會的 會的 OK 但他可能會容易 三的表達力 表達力都可以的 但很有趣的 三號人很多話說 或者很表達 但表達都是他的死穴 如果他遇到那個是他動情的人 可能是家人 最好的朋友 他有感覺的人 他就 反而就卡住了 是 OK 那三號人我們應該都差不多了 其實我想說 我們這一集說的一二三 大家好像聽了很多東西很複雜 其實只不過是 在那個數字來說 都是一些很皮毛的東西 是啊 所以說了那麼多東西 還可以進入 但不過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上過小豬的課 講一個數字 可能是可以講三個小時 不過這個已經是我十年前上的課 現在我想你要講六個小時 都未必可以講完 因為其實Angela也說 她再聽都有一種 更新的 也不同了 而且以前上和現在上 我會覺得你的研究 是深入了很多 還有你給那些例子 很容易你就會明白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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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在這麼多年內 不斷去研究這些人的事情 而這件事我也體驗到 就是三號人的變化 因為你是會不停 如果你講十年書 都是講過文章的 以三號人來說一定會悶死 所以你就會不停去變化 令我想起 我的同事 都習慣了 久不久我就會把辦公室 把東西都放過 這些東西搬到那裡 那些東西搬到那裡 這裡是改改改改改改改 摆東西、植物今天放在那裏 明天放在那裏 他們經常都習慣了 這就是三號人的特色 是的 好了 三號說到差不多了 我們四號人 四號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四號就像三號人的對面案一樣 當三號人需要生活有變化性 有色彩、喜歡變化的時候 而四號就是 你不要來搞我 我的人生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有無謂的變化要發生 他很需要穩定的感覺 四號人安全、穩困、保守 他不會喜歡無謂的改變 安全、穩困、保守 所以很有趣 我研究零數學這件事 我最喜歡 我最留意的就是 寶寶 和老人家 我越來越覺得 寶寶真的不是一張白紙 他們的性格是寶寶的時候已經很出 而老人家因為這個數字經歷了這麼多年 他有他的體會 但不代表老人家 就是這個數字鍛鍊到很高的層次 不一定的 但他在這個數字 有些人可能年紀很大 仍然在那個數字很老套的東西 在徘徊 但我試過抱一個四號的寶寶 他感覺真的很好 首先 他會抱得你很緊 他的眼睛一定要看到爸爸或者媽媽 一看不到他就哭了 但你一抱他的話 他就會抱得你很緊 完全表現到那種安全感 是的 還有我試過一次在台灣 我有個學生 他跟我說 他的寶寶是四號人 幾歲 他說了一句話 其實我也不相信 他說他的寶寶學行是沒有跌過的 很難相信 學行是沒有跌過的 對 誰學行是沒有跌過的 通常都是爬爬爬爬的 然後我有幸上完課 他就請我去他的家 他住在基隆 他家也挺大的 那個客廳 然後飯廳就高了幾級樓梯 然後看到這個寶寶 就在飯廳走到客廳 他就是肥嘟嘟的 剛剛會走 他就抱著那個扶手 他先一隻腳仔下來 那隻腳仔不是在第二級樓梯 卡住了 他就用手去撥自己的腳 撥到他跌下來為止 因為他很小 是的 然後再下多一級 就是一隻腳仔下來 然後再用手去撥第二隻腳 撥到他跌下來 他這樣下樓梯 好了 看到嬰兒去找媽媽的時候 就會 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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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去找媽媽 但是很有趣 如果媽媽在對面的時候 他會圍著廳旁邊 擺著椅子 擺著傢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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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著媽媽 那時候還未會走 剛剛在學走 原來他一定要拿著一些東西 才會放這隻手 哇 我兩個兒子都未見過這樣的正經 所以他很小時候已經不是很冒險 我完全覺得靈魂真的選擇了這個劇本師 他的性格在這麼小的時候已經很出現了 四號人很需要這種安全安定的感覺 所以四號人基本上他也不容易認識朋友 但是如果 你做得到他朋友 你就永遠在他鼓勵 你是四號的朋友 恭喜你 這段關係一定是長久而穩定的關係 他對朋友不容易去扯這條線 我突然想起一些男女關係 那你就很難跟四號人分手 沒錯 不要輕易跟四號人拍拖 因為如果做朋友都這樣的話 拍拖就等於結婚 那拍了很多年拖怎麼辦 拍了很多年拖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跟四號人分手絕對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 他會很難很難去放手 或者要很久很久的時間 他才放一些 他很難去放低一段情感 因為他不容易投資他的情感在另一個人身上 投資了他又收不回 明白 所以很多時候四號人 他的感情生活 可能他的先生或太太 可能他第一次第二次戀愛 不會多的 但也很有趣 有些四號人 我認識的四號人 是很玩男生 玩女生 為什麼呢 他會用這個形象去捍衛他的情感 是很難去增援 直至他找到一個 Mr.Wright 他真的把情感投資下去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是這個角色 他就做一個家庭人 或者是家庭的人 我曾經聽你說過 四號人很需要安全感 那他們是否常常存東西 會的 會的 基本上他對錢一定不含糊 很清晰 又或者很多四號人喜歡買樓 是好的 我甚至乎認識幾個四號人 就是不交易的 一筆個 一筆個 這樣賣的 他不喜歡交易的 還有他存錢能力也挺強的 他決定很少會用到最後一個崩 因為他有安全感 他會累積這個東西 他要累積這個錢 錢會帶給人真的安全感 在我們現在這個遊戲規則裏面 好的 我呢 那時候很小時候 我們很多年前 你不是說四號人不扔東西嗎 這樣東西是應驗了很多 所有四號人的小學功課 小學很多東西都還在 是嗎 這不是我講的 是學生講的 是嗎 他不是很扔東西 因為那樣東西 就是四號人是要很多東西 堆住他自己的 嗯嗯 他要感覺很擁有 例如是洗頭水一定有多脂在那裡 牙膏也會有多脂在那裡 以防萬一 他就是要這種安全感 我經常都說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都多四的 一個女生住 四包米 哈哈 還有他那個工廠打開 哇 真是偉大了 真是偉大 餅乾 乾果 然後我說 如果香港淪陷的話 我一定會在你家裡 半年之內都不會死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和他的狗也不會死 他買糧 買狗糧是買一年 為什麼 很多包在奇樓那裡 很多包 不新鮮 便宜了 狗糧要不新鮮 那也會 那也是動物 你知道我即是要病 哈哈哈哈 狗糧是有 他不過那個期便可以了 是的 他是這樣 所以生活上很追求這種安全感 即是穩定性 是的 所以 對四號人的評論很極端 有些人覺得他是兩協插堅的好朋友 很信賴得國 是很好人 很為朋友 很為家人 還有如果你家裡是四號人 更加恭喜你 因為四號人 家人的關係是斬不斷的 他是義無反顧地 去保護你 去忠於他的家庭成員 嗯嗯 但也有些人也有說 他很自私自利 很沽寒 因為你進不了他的線 很無情 那就要視乎 你是他的圈內人 還是圈外人 即是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對比 非常之大 他可以對圈內人充滿著無條件的愛 但圈外人可能很冷血無情 我哪有時間照顧得你這麼多 嗯嗯 分界線很明顯 明白 是的 所以你聽到四號人的評論是很極端的 嗯嗯嗯 可以嗎 好的 我們今集就說了 1 2 3 4 接下來呢 5 6 7 我們應該會根據我們剛才 咪後和小豬的安排 我們會留下一集再說 是的 今天的時間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這些號碼的問題 你想問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 RTV RTV的網頁 或者是在Facebook留言 好的 那我們下一集 我們就再看5 6 7 謝謝 再見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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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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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